这个问题也是很严重的 特别是中国的父母 中国的父母对自己的孩子付出的太多 我们出家人都是要求去平等 从心理上要对自己的孩子 和对别人的孩子 然后对一切众生 都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你能做得到吗 你做不到呢 你就还不是一个菩萨了 你所做的付出 只不过是一些都算不上善 你给自己的孩子都算是 满足自己的孩子的娱乐 满足他的生活 让他过长安稳的日子 这个事实上都算是一种恶 为什么呢 特别是他成年了 如果他小时候 当然我们有责任抚养他 国外都是这样 18岁你觉得自己就要独立了 问父母 父母再不给你钱了 你上大学都是问父母借钱 除非你家里父母有钱的愿意借给你 好像读大学以后 有些父母还是给孩子给钱 有很多国外都是这样的 18岁以后上大学都要自己去赚钱 自己去打工 父母给你好像以后都要还了 好像是 家里有钱但是还愿意抚养你到大学毕业 那就是已经是最了不起了 那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就这样 大学毕业以后就有责任去孝顺父母了 就不能再问父母要一分钱了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种观念 那大家毕业以后还能问父母要钱吗 那肯定是不行 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的同学啊 还是我们那个时候都是 上了班以后的第一个月的工资都要给父母 就是说感恩父母这么多年的抚养 是吧 感恩父母这么多年陪我往上大学 那我现在终于可以成人了 工作了 第一个月的工资要供养父母 比我们长一倍的 那个时候一个月的工资才二三十块四五十块 那我们那个时候上一百多块一两百块了 那都是要这样子的 要主动的去把这个工资给父母的 那个时候的人也没有做过什么校道的教育啊 现在人就问父母索取的又索取还嫌少 还嫌父母给的不够 你这样的人你都是害他了 你完全是害他 你还觉得你挺好 你对自己的孩子如果这样子的话 绝对是害他 他的福报是不够的 他没有这个福报接受 然后你等他下辈子绝对是贫穷堕落的 他这辈子就肯定也不会很好 那下辈子会更穷 肯定是这样的 因为他没有这个福报享受 那你把你的福报给他了 他下辈子会欠你的 并且这样的人 他又没有能力去为社会付出 他一辈子都在索取 他没有为这个社会付出过什么东西 除了索取还是索取 哪来的福报啊 谁说呢 自己的孩子不能够给他太多的娱乐 而是应该严格要求 要管好他 让他不要成为未来对社会的危害 至少不要去做坏事 当然有些人虽然不做坏事 但是很自私 就变成一个社会的蛀虫 只知道索取的 不愿意付出 不愿意为这个社会去付出的人 只知道问这个社会索取的人 问父母也是一样索取 那这样的人 就是个坏人 是不是 他没有想过 我来到这个社会上 我从生下来到现在 我的衣食住行 全部是社会提供给我们的 你不要说 我父母提供给我的 你父母也是在社会的帮助下 他自己会支部吗 他自己会种地啊 他为这个社会付出了多少 衣食住行都是这个别人给的 然后你坐向其成 不会回馈这个社会的人 就是这样的人 起码的一种感恩心都没有 这样的人 没有感恩心的人 下辈子绝对是三个道的 几乎是没有什么例外 基本上就是触到了 所以说现在这个很可怕的 现在的社会 你别看着这个样子 到时候很难说呀 这个人已经堕落到这个分上了 这个上天 在看着呢 天灾就是能活 什么叫天灾是能活 你以为天灾是自然灾害吗 不是的 都是我们人类自己造成的 我们人类自己变得不可救药了 天就要降灾了 叫天灾 为什么中国人叫天灾呢 就是上天降的灾 上天并不是没有圣灾的 我们都知道上天有一皇大帝 他是要管住我们的人 人间的人如果不修行 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了 很多人 不是少数的人 是超过一半的人 都没有做人资格了 那他不降灾呢 你如果你养一个社会的蛀虫 你以为这是帮助他 很多你看有钱人的孩子 都是这样的 有钱人的孩子 基本上都是吃喝玩乐的 然后对这个社会 没有任何的付出的 那你就是害他 严重的就是直接就堕落了 好一点的就是 这辈子到了下辈子贫穷了 产生达 与你吻到这里 我回来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